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 23号晚间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 通过了950亿美元的外援方案 向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提供军援 美国总统拜登也随即发表声明表示 将在24号马上签署法案 美国之音报导 这一项法案得到了参议院民主 跟共和两党参议员的普遍支持 以79票对18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 这一部法案包括了向乌克兰提供 610亿美元的援助 目前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 急需新的武器弹药 乌军在前线苦苦支撑 而俄罗斯则是获取到了战场势头 俄军在攻城掠地方面取得到重大进展 美国总统拜登22号对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表示 一旦法案获得通过 美国将就立即运送急需的防空武器 在数月的争论跟拖延之后 美国众议院20号经过了四次投票 通过了四项内容 然后将它们合成一部外援法案 送交给参议院 两名国防官员透露 一旦参议院通过这项补充援助资金法案 并由总统将其签署成法 美国计划立即向乌克兰 提供最多达到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 除了援污之外 法案还将提供260亿美元 用于对以色列的战事援助 以及向加沙民众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济 另外还有80亿美元 将用于在台湾跟印太地区来抗衡中国 23号通过的法案外援部分 跟参议院2月之间通过的外援法案类似 只做了小幅度的修改跟增补 包括有关TikTok的议案 以及规定向乌克兰提供的经济援助 由90亿美元 以可免还贷款的形式来提供 另外法案一旦惩罚之后 将会缓解美国国防部 先前对于拜登动用总统拨款权援物 可能会损害美国军事物资储备的担忧 该法案将赋予总统拨款权额外80亿美元的资金 加上先前剩余的39亿美元 代表未来拜登可以在无需经过国会批准的状况下 从美国的库存当中 转移价值约119亿美元的武器 借此来应对紧急的状况 另外为了争取更多的票数 在众议院掌握多数党地位的共和党人 还在这项一篮子计划当中增加了一项议案 那便是要求社交媒体应用软件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一年之内出售其股份 否则有可能将其封信 法案的通过也让TikTok今年第一季花费的700万美元有税费用 全部都付助水流 有关TikTok的法案 今年3月曾经在众议院获得到压倒性的通过 但是这部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并不明朗 这一次限期字节跳动玻璃TikTok 否则可能被封禁的条款 又被众议院给纳入到了必须紧急通过的外援法案当中 不过最初立法规定的TikTok出售期限为180天 但是新法案将给予270天的期限 在出售期间还可能会延长90天 对此TikTok美国地区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 20号在内部备忘录表明 一旦拜登签署法案 该公司将采取法律行动 他扬言这将是漫长法律攻防战的开始而非结尾 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 在美国众院通过法案之后 TikTok计划撤换其总法律顾问安德森目前的职务 为未尽力消除美国政府的国安忧虑来负责 但是对于传闻 TikTok发言人表示 这个消息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安德森在2020年被TikTok从微软挖角而来 同时担任TikTok跟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总法律顾问 几年来一直负责跟美国政府谈判 并且展示TikTok致力防止中国取得到其美国用户的资料 或者是影响用户观看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要阻止美国国会通过阻止TikTok在美国上市的立法 TikTok跟字节跳动 今年第一季已经花费了超过700万美元 用于游说跟广告 但是23日美国参议院仍然通过了禁止TikTok的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在立法后的9个月内 自TikTok撤资 否则将禁止美国应用程式商店提供TikTok 对此CNBC报道 根据新的游说报告 今年前三个月 字节跳动就花费了创纪录的268万美元 用于游说国会跟联邦官员 另外 Ad Impact的数据显示 TikTok今年在电视跟数位广告活动上 花费超过了450万美元 来对抗潜在的禁令 TikTok发言人在谈到这一笔支出时表示 这反映了公司为了要让政策制定者了解 立法如何影响1.7亿美国用户所做的工作 最近的内部游说支出 并未纳入向外部顾问支付的费用 一份报告披露 资深税客David Urban 上一季受到字节跳动公司的委托 帮忙影响国会三月的一项法案 获得到8万美元的报酬 而今年以来 TikTok已经付给美国的外部游说公司 超过40万美元 根据OpenSacres的数据显示 字节跳动先前第一季游说支出最多的是2023年 超过180万美元 而字节跳动跟TikTok2023年的游说费用 则是超过了800万美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4月24号 对中国进行其任内的第二次访问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布林肯这一次访问气氛将严肃紧伤 或许有助于缓解两国紧伤关系 但是预期难有重大的突破 布林肯访跑之际 正值美中双方在经贸领域针锋相对 华盛顿强化跟日本和菲律宾的访务合作 并且披露中国支援俄罗斯国防工业之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门斌22号宣布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4月24号到26号访华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布林肯计划访问北京跟上海 跟中国的高级官员来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了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 台海问题 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 中东问题跟芬太尼问题 布林肯紧接在美国财产夜轮后面访华 尽管近来众多美国官员访问中国 但是美中关系仍然紧张未减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起了针对中国海事 物流跟造传业的301调查 白宫则计划针对中国钢铝产品来采取新的限制措施 对此香港星岛日报 引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翔的分析指出 这一次双方交流的气氛会是比较紧张严肃的 尽管自去年6月以来 中美进行了密集的交流 但是美方近期接连释放负面的情绪 中方需要美方的一个解释 也就是到底如何看待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是准备要落实 还是要把美中关系带到一个更坏的方向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欣博也认为 最近美方在对华问题上消极动作不断 这一次布林肯访华 中方定调是双方贯彻落实中美元首 旧金山峰会的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跟改善 但是美方提出要在乌俄冲突等问题来向中国施压 中方感觉拜登在处理对华关系上 说好话却不做好事 言而无信这是最大的问题 吴欣博指出 布林肯访华中美肯定会在乌俄战争 南海跟台海的问题上面来交锋 因此此行结果恐怕并不乐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李明江泽向联合早报表示 尽管美国新一轮对台军援将会导致北京的高度不满 但是北京仍然希望拜登政府将大对民进党政府的施压力度 在台湾后任领导人赖清德宣誓就职时 不要提出任何让北京完全不能够接受的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星岛日报》在另外一篇评论当中提出分析 去年的6月18号到19号布林肯访华 当时中国外交部宣布是经过中美双方商定 言下之意并非是中方主动提出邀请 而布林肯24号起一连三天访华 则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一邀请 自言的调整背后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变化 另外自从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 中美关系呈现指叠气吻的态势 两国在各层级各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接触 两军也恢复了沟通对话 去年6月布林肯访华 尽管当时中美关系人处低潮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会见了他 这次布林肯正式硬邀访华 而且可能为拜登总统的访华铺路 相信习近平也将会会见他 久未露面的央视前主持人董卿 4月21号被游客偶遇 在北京拥河宫烧香拜佛 但是面容憔悴 特别引起关注 媒体报道从网民分享的照片来看 当天董卿是跟朋友一起前往拥河宫 戴着口罩的他 一头棕色短发 手上戴着几串的佛珠 上身穿着一件蓝色衬衫外搭黄色外套 下身则是穿了一件宽松的牛仔裤 打扮非常的低调 视频当中他跟一位穿着僧服的男子并肩而行 两人边走边聊 看起来十分的手络 50岁的董卿久违露面 并且面容憔悴 特别引发关注 而网民也猜测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隐情呢 上个月有网民偶遇董卿带着10岁的儿子去看展 照片中董卿留着一贯的短发 穿着深蓝色的卫衣 打扮朴素低调 坐在他旁边的儿子 穿着黄色的外套 这是董卿时隔一年半之后再次的露面 当时还上了热搜 颇受关注 董卿在2018年央视春晚之后就离开了央视 其丈夫密春蕾是一位商人 也是政协委员 2017年密春蕾被报欠债783万元人民币 成为老赖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8年董卿一家三口加入美国国旗引发争议跟质疑 一度传出董卿要重返央视悲剧的消息 2023年2月23号密春蕾成为老赖被限制高消费冲上的热搜 曾经的上海资本大佬百亿富豪密春蕾以下轮为老赖 令人唏嘘 事实上2020年4月 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森立军被查之后 密春蕾的报复史就被多加官媒起地 2021年11月 中国房地产报曾经发表一篇题为 神秘富豪密春蕾跟他的资本局的文章 披露了密春蕾的发家史及其操弄资本的手段 2022年1月 密春蕾失联的消息传出之后 自有亚洲电台的专门文章分析指称 密春蕾据幸是落落到了 对森立军案补充侦查的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之首 欧盟委员会23号突击搜查了一家中国安全设备公司 在荷兰跟波兰的办公室 欧盟监管部门目前正加紧打击 可能接受了扭曲市场的海外补贴公司 美国之音报导 自从2023年7月以来 欧盟有关海外补贴的规定 允许欧盟执行机构评估补贴是否让公司在采购照标当中 提交过于优势的标书来打败欧盟的对手 欧盟此后针对中国公司启动的四项调查 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 该委员会得到资讯 显示出这一家受到检查的公司可能得到海外的补贴 并且根据外国补贴条例可能扭曲内部的市场 欧盟委员会并没有提供这一家公司的名称 也没有说这一家公司在哪一个国家 如果发现扭曲性补贴的足够证据 委员会就能够随后启动调查 之后欧盟中国商会说 他们接到通知 一家公司在波兰跟荷兰的办事处已经被突击搜查 监管人员没收了这家公司的IT设备跟员工手机 检查了办公文件 并且要求取得到相关的数据 欧盟中国商会对欧盟进行的不合理突击检查 表示严重关切 欧盟中国商会在声明当中说到 欧盟的行动不光对中国企业发出有害的资讯 也对所有在欧盟经商的非欧盟企业发出有害资讯 声明说4月23号突然宣布了检查 以海外补贴的名义 破坏了外国企业在欧盟内部的商业环境 香港南华早报则是指出 欧盟已经利用外国补贴法规来调查太阳能 封电跟车辆产业的国家补贴 欧盟2月宣布 将对中国中车公司其下子公司是否涉嫌到接受国家补贴 扭曲欧洲市场一式来展开调查 欧盟声称 中国中车已经获得到高额的国家补贴 让这一家中企能够以西班牙竞争对手一半的价格来出手竞标 3月底这家中国股油公司则是退出了保加利亚的标案 欧盟方面也已经暂停调查 这是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去年7月实施以来 首次展开的反补贴调查 新法旨在防止涉嫌在欧盟造成不公平竞争的第三国补贴 欧盟也对两家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 对罗马尼亚太阳能计划标案上是否利用国家补贴 来削弱竞争对手的投票进行的调查 另外布鲁塞尔也在调查中国风力发电产业的补贴 报道表示 欧盟快速展开调查 代表布鲁塞尔加大了使用经济武器来对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 2月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之后 23号有消息透露 杨恒均的七小袁小静 八机飞往澳洲 并且已经跟国安单位达成协议 解除五年的边境控制 独立媒体人高于23号中午 在其X平台账号发布以上消息 并表示 袁小静离境之前 曾经向公安部监狱管理局 要求会见丈夫杨恒均 但是遭到拒绝 不过 预方转达了杨恒均对他的叮嘱 包括了注意安全 好好保护自己 以及别汉民运分子缴获 袁小静此前是知名的挺共网红染虾 被反对人士继称为大五毛 根据高于透露 杨恒均被抓的第二年 也就是2020年 袁小静曾经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诉讼 法院通知网络开庭 袁小静立刻就撤诉 他表示他离婚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跟丈夫见面 袁小静的女儿目前已经离开澳洲 到法国去读大学 据中央社报道 2019年1月19号 杨恒均、袁小静 以及女儿自广州入境中国时 公安人员将杨恒均带走 袁小静虽然没有被抓 但是人身自由遭到了高度的监控 还被限制出境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ABC此前的报道 杨恒均被捕之后 袁小静2019年7月曾经试图要飞离中国 但是遭到中国海关官员的阻挠 袁小静的澳洲律师斯塔里当时表示 袁小静曾经向澳洲寻求各种形式的协助 但是澳洲官员拒绝提供领事协助 因为他是中国公民 不符合获得领事协助的资格 中国法院2月以间谍罪判处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 死刑反弃执行 引发热议 对此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更表示 这个判决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影响 并加剧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 杨恒均被判死缓之后 他的家人2月21号透过公开信表示 杨恒均将不会对中国法院判处的死缓提出上诉 他们支持杨恒均放弃上诉的决定 不过根据法广报道 中国驻坎培拉大使肖谦 3月在澳洲金融评论报商业高峰会上表示 杨恒均在北京遭到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死刑缓期之刑 并不意味着他会立即被处决 肖谦说 如果杨恒均遵守监禁规定 不再犯下任何的罪行 理论上他有可能不会被处决 报导引述路透社指出 肖谦这番话是中国官员首次指出杨恒均可能不会被处死 根据中国的法律 被判处死缓的人 在死刑换期执行期间 如果没有故意犯罪 两年期满之后将可以减为无期徒刑 同时肖谦还淡化了杨恒均健康状况的疑虑 他表示虽然不完美 但是并不像杨恒均的家人所描述的那般严重 去年10月杨恒均写信给儿子表示说 他病了 他很虚弱 他快要死了 根据报导 医疗部门曾经告诉杨恒均 他们在肾脏上面发现了一个10厘米大的囊重 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请您点击节目